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以前我们上司会他可能会喜欢喜欢他会拿出一包糖 问你这包糖多少gram 然后你答不出来他就会告诉你 你知道吗飞机是你的家 你连这包糖多少gram你都答不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做功课的 那时候我们在受训的时候 导师会一直跟我们强调 你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你在机上的这个作用 这个工作 其实并不是就是 茶和咖啡 不是这些工作 你最重要就是确保那个飞机上 就是在整个飞城里面的所有大客的安全 你不是每一趟飞机你都能找到医生的 所以你要有基本的医药知识 我还没有当空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我在想 要相离我的工作好像是很远的 不是医生护士做的工作吗 我觉得很多大客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给我茶 你为什么不给我咖啡 其实我给不给你茶或者咖啡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你心脏病发的时候 我又没有能力去救助你 就是万一阵发生火化的时候 我又没有能力去灭火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 因为飞机上除了我还有谁呢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反而是大客忽略掉 就是万一就是整架飞机就是这样子 沉了还是什么的 然后只剩下你们一群人 你要怎么样打信号给上面看到 然后你有一个花式的嘛 然后你要怎么带领整队的人跟你做同样的动作 这些你只要经过训练 我觉得这方面的反而是大家忽略的咯 你做水上求神嘛 你不是一个汽艇嘛 你没有奖的时候怎么办 你的手不过力的时候怎么办 拿人来奖当奖 哈哈哈 然后谁是那个那个可以当奖的人呢 就是空姐啦 因为只有她受过这样子的试验嘛 哈哈哈 但是我们紧张 我们不能够让大客知道 如果你看到空服人员 好像很平密的走来走去 大家又好像若无其事哦 其实其实大多数的习惯就是有事情发生的 因为他们如果走 可是却不去收拾东西啊 就只是这样子 毫无无地的走 而且速度会快一点点平行时 通常就是有事故发生 其实飞机在升空和降落的时候 如果那个空姐严格遵守飞案的话 他是不会跟达克讲话的 因为那时候是我们要做silent review的时候 就是讲我们要在我们脑里一直在重复啊 如果现在现在飞机现在在跑道上面 如果在上冲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第二步是什么 第三个口号是什么 第四个要做什么东西 我们就是一直一直在那边在重复着 一直在train我们的那个脑啊 所以一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直投入 一直做一直做 你的大脑不会 你不会有时间去想说 哎呀啊啊啊啊啊啊 我家里的衣服没有收啊 那些你不会这样想的 因为你就只是想到我下一步要怎么样 我下一步要怎么样 我们每一年啊 每一个空姐其实你要在飞那一架飞机的时候 就那一个机组 那种机型的时候 你是要再另外去考一个飞案的文凭的 如果你的身高不够的话 你在考我们考飞案考试的时候啊 你不能够在那几秒钟之内 就是一次就能够把那个 那个急救的那些东西啊 拿下来的话 其实你就不适合当空姐了 因为是分秒必争的在飞机上面 然后因为你必须控制就是 呃失控的场面啊 其实空姐的这基本训 就是你要必须非常是镇定的性格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容易慌乱的人 其实呃姐不适合当空姐 然后呃他要你受是因为万一你你的前面有东西阻挡你的话 好像你的serving card还是这么阻挡你的 你还是可以switch过去 你可以挤过去 但是如果你太胖的话 你就卡在中间了嘛 所以你就会延误的那些那些救援的那些工作 所以是飞机上的一切挑选的标准 其实都是呃跟安全有关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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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